歡迎收看我的頻道給通勤族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10月18號禮拜三 以下就是今天的影片 今天影片要跟大家分享昨天晚上最大的新聞 就是美國禁止AI晶片出口給中國 所以看到像今天很多AI的股票都跌了一個非常誇張 跌了一個明明冒冒的情況 所以說今天的影片就來跟大家分享這個東西之外 還有在昨天有同學問到有一些AI股票怎麼會跌這麼慘 因為昨天外資有一篇報告是關於平等下修的 所以今天影片大概阻斷這兩個部分 影片開之前好習慣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來看到大盤的部分 以今天的大盤來講是一個很悉慘的大盤 跌了200點 真的就是昨天的情況 就是你會發現昨天的美股因為說前兩天啦 兩天之前美股是漲的 然後我們昨天是怎麼樣 開高走低 那昨天美股是一個小漲小跌 然後我們今天是大跌 現在怎樣就是我們只會跌不會漲的對了嗎 那其實像之前大家就跟大家講過 就是說你指數在遇到上面這一條 綠色的這條72均線的時候 本來就會比較小心一點 那現在你會發現說指數它又跌破了這一條 5日均線 那所以說真的就是比較醜陋啦 因為過去幾次我們可以看到 指數跌破5日均線後來就殺一波下來 那跌破5日均線然後今天又殺了一根這樣下來 那說真的是比較討厭一點 那其實在昨天就跟大家提到過說 就是在最近的操作其實都是會是一個 比較小心臉的狀況 原因在於說我們看到像最近很多股票 它在高檔的位置的時候 它是一個往下跌 然後並沒有在創新高 或是你發現說 現在也沒有一個明顯的族群性 就是說我們要看這個盤 它到底是不是一個 好的盤或是氣氛好的情況的話 要看什麼 有沒有族群性 就族群性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 就不管是什麼族群都好 就像AI族群啊 軍工族群啊 生技族群啊 或甚至是航運國也OK 就你有一個族群性 它可以比較把這個盤給帶上去 那我們看到沒有族群性的時候 其實對於操作想法 就會比較小心 那再來第二點是什麼 第二點就是說 我們要看一下說現在個股 是創高的比較多 還是創低的比較多 如果你發現很多股票 都在創高 那這個盤氣氛一定是好的 如果你發現 怎麼那麼多股票在創新低 那你就會想說這個盤的氣氛 可能就不太好 所以就是用這樣來判斷 那所以說其實在現階段的話我覺得氣氛這個東西是沒有一個太明顯的好轉 所以操作帳還是會比較小心點 那再來我們提到的就是說昨天晚上的最大的禁令最大的新聞 就是美國他去禁止AI晶片出口給中國 好那我們先來看到這一份的報告 這一份是 元大報告 那其實元大報告比較晚 那一大早的時候是看到凱基的這一份報告 那他這邊有提到的就是這一小段 幫大家不要忘記這一小段 就是美國商務部的出口管制禁令 那其實在這一部分呢 他這邊寫的 漏漏等這個四點 我知道大家一定看不懂 那我也很老實跟大家講 我也看不懂 那我大概只知道說 他是 跟什麼 福典運算 就算力相關的東西 那說這個到底怎麼去計算 我真的 我沒有辦法去計算 所以說我只能去 看報告 然後去知道說 到底有哪一些 會被禁止 那像其實這個禁令呢在兩天之前吧 大概是在 兩天之前在路透社 他其實就有去提到說 美國可能會針對 AI的晶片然後去做一個限制的動作 只是比較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呢 是在於這個L40S 因為原本大家預期說這個L40S 其實是可以安然通過的 如果按照之前的 他們的標準來看的話 這個L40S應該是可以安然通過 那現在的情況是 連L40S也要被禁了 那之前 Intel他們有針對 就是AI 他們有針對中國 要出口給中國的AI晶片 也有做個去 去降低它的標準 所以那時候 Habana晶片 也認為說 它可以去 打到中國 但現在 新的禁令出來之後 這個Intel的晶片呢 也沒辦法出口給中國了 每月早799 訂閱阿信的PressPlay 線上課程 每天突回影片 技術面或是產業的教學文章 另外還有阿信自己 獨門的篩選強勢籌碼程式 YT頻道每週遇到的事 都分享股市的盤後整理與解析 週五會有阿信覺得 題材不錯的個股 或是產業的解析影片 所有影片中 只要阿信有提到報告 都歡迎學生和PP訂閱戶 找助理索取 一般觀眾加入Light 附上影片按讚 並且訂閱的截圖 也可以拿到報告喔 所以說如果想要看比較完整的這份報告的話 這份原大頭顧 他寫的就比較完整 像他就有提到說 Intel是新的禁令最大受害者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說假設NVIDIA被禁 他的晶片沒有辦法去出給中國的話 那他還有誰 他可以出給微軟 他可以出給臉書 可以出給blblbl 出給很多人 他就是不能出給中國而已 但是Intel呢 Intel他是只有中國 也拿了 可以出給他們 為什麼 因為其他像微軟 或像是臉書 他們可能就比較不傾向去拿Intel的晶片 所以說其實這個東西 對Intel來講 他的殺傷力是比較大的 因為他沒有美國客戶 美國客戶比較少 那中國客戶比較多 那現在中國客戶又被禁了 那所以說其實像Intel 他的影響性比較大 那看到像今天的股價 應該說今天 3661的股價 其實就跌的比較重一點 那原因就在於說因為3661 他的大客戶就是Intel 在報告裡面他這邊有寫到說他大概佔了10%左右 那這個之前有跟大家提到過說因為 世新呢 他的情況就是說因為 他那個Intel那個 Habana 晶片的話 是世新他去幫他做設計 那所以說接下來如果他不能出給中國的話 那麼 這一塊 業務可能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是今天世新跌的比較重的原因 那 此外 像什麼台藥啊之類的 就是L4鏈這個被禁了之後呢 其實對於一些 很多的 原本 好像要冒出頭來的AI 那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那至於說這個禁令 他會不會 開後門 就是說像之前喔可能 美國他必須禁止 中國一些先進製程的設備 然後 他們怎樣 又有個開後門的情況 就說那我可以放寬那個時間點 這個東西現在還不知道 那時候其實 現在的情況就是大家看到這個新聞 就先 打下來 就先賣出來 因為大家會擔心說那是不是真的就是會 有一些就是 讓整個NVIDIA 或是像是 其他AI相關類股的公司 他們未來的營收的成長性 可能就會受到一些壓抑 那有人會問到說 那如果假設 中國 那我自己不要去生產 我自己不要買AI伺服器 我去租算力可不可以 那現在的情況是 美國好像也把這一塊 給禁掉了 就 大家想說奇怪勒 就是如果說你 我不要買AI伺服器啊 那我去用租的就好了 對你會想得到 美國也想得到 所以像這個是 陸行師先生他就有提到 第二點 就是被管制的國家 他其實在這一段 被管制的國家不能透過海外子公司來採購AI晶片 也不能使用海外的AI伺服器數據中心 那所以說這一塊等於說就是要把中國的AI發展整個是把它掐死的情況啦 大概這樣來看啦 那只是說 之前 可不可以買得到 可以啊 你可以用黃牛去買 那只是很貴而已 那之後的情況 其實就比較 不確定了 所以說在這種不確定性比較大的情況之下呢 就今天的一些AI類估計就殺蠻重 但就我自己而言啦 因為像這一則新聞其實在兩天之前 那時候就跟大家分享 那兩天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時候其實 我相信 不會只有看到 市場一定很多人都看到 一定很多人都看到 路透盛的新聞 所以大家都已經有 有那種防備心了 那像這種有防備心出來的情況之下 其實 應該是很多 應該有部分人是 昨天晚上才看到這一則新聞 然後今天才 很恐慌的殺出來 所以我覺得今天像是一些 比如說廣達 偽創啊 就比較大支的AI類股 他們可能是真的有一點是被恐慌殺出來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啦 所以說其實像 這一部分的話 我 自己是有在盤中去 超了一下 大概這樣 就是我會覺得說 因為這個新聞其實兩天之前市場就在傳了 那要反應的話應該是兩天之前就會反應 不會說等到今天 真的禁令出來之後才來反應 他一定會有一個 有個影子 有個消息 那股價就會先反應 那如果假設真的是沒有這件事情了 那怎麼辦 沒關係那大家再買回來嘛 但如果大家是擔心說萬一這個事情真的會成真的話 那我一定怎樣 先看再說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市場的想法 那所以說像 這種狀況的話就覺得說 那就是一些跌下AI類股去反而去看一下說 會不會有辦法去透過這個利空消息 來出現一個所謂的止滴的情況 那其實像在昨天的我們那個PP文章的教學 又跟大家提到過 你現在要看的 就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市場氣氛改變 像昨天有提到像這個 比如說像是 8210的秦城 對那我們就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說你要去思考就是 整個市場的想法 他會不會從原本的 就是一些 看起來原本還很強的公司 然後開始出現一些就是 大家想 這個禁令出來之後開始通殺一輪 像秦城今天就被殺到跌停板 這個就是在之前我跟大家提到過 就是一些高位階的公司 高檔的股票 你可能就要稍微的 小心一點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像 昨天就是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這種高位階的股票 然後他又佔不上上個月高點的公司的話 那你自己的操作可能就要稍微的 保守一點 因為最近你會發現說 資金都是在比較低位階的這一塊 那反而高位階的話 你可以想嘛 資金如果在低位階那高位階的股票 是不是就容易變提款機了 就這種概念 好那講完了這個禁令之後呢 那再來就提到一下就像是 在昨天 有同學去問到了像 光寶科 他說為什麼光寶科跌這麼慘 因為原因在於說光寶科 他有被外資去調降平等 那其實我原本是不太想講 這份報告 因為我覺得講 就是講這個 你知道像昨天 我們有 我們昨天稍微去提一下 就是說一些 跌下來的AI類股 就不要急著去抄底 那其實這個東西呢因為 礙於時間上的因素 所以說我就沒有把這個報告再細講 那因為像這份報告呢 其實他提了非常 多檔的股票 真的很多檔 像這一份是摩根史丹利 在10月16號 就是他出了報告 那他這邊有提到 幾間公司 那首先呢像是這個 Power Supply 他就是電源供應這一塊 然後他有提到像AVC 這個就是3017的旗 好那他這邊有提到就是說 像Power Supply的部分的話 他在我看要在底下這一段 底下這一段的話 他有像我們之前有跟大家提過說 電源供應器 他在AI伺服器的價格 他是會有一個 將近10倍的成長 就從原本一般伺服器是在 230塊美元 然後漲到2400美元 好那講到這邊大家覺得 奇怪勒 竟然有這麼高的成長 為什麼 為什麼他會調降平等呢 那其實在於說其實我看一下 他在這邊有提到說因為他們認為說 光寶科 原本他的AI的市場 份額大概是50% 那現在呢可能就是只會剩下大概30到 40% 也就是說呢他的市場份額可能會稍微降低一點 所以說他把光寶科的平等 下調了 30% 哇蠻多的 他把目標價調降了30% 這個真的是蠻多的 那所以說其實像在 在上面的這一個表格 把他放大一點好了 這個表格 其實 這一個 就是他的目標價 畫錯了等一下這個就是他目標價 所以他是把他目標價去調降了 那當然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其實 像這種目標價調降的狀況的話 他不一定是真的就是 股價一定會跌 這個就是我一直要跟大家講說你不要看到目標價 很高 就認為說股價一定會漲 也不要看到目標價很低 或是調降 他就認為說股價一定會跌 這種東西他都是一個 緊攻參考啦 講白話就這樣 緊攻參考 那所以說我們現在要看他裡面的一些 分析的內容或分析的邏輯 那好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所以說像在這一份報告上面來看的話 像除了光寶科之外 那他還有提到像是一些公司 看一下 好像這個是散熱的部分 他這邊提到說他最看好的 主要是3D17的起紅 看一下 在這個 底下這個 AVC這個 3D17的起紅 原因在於說起紅他目前 在AI伺服器這一塊 還主要是氣冷的階段 但是等到明年之後 等到出那個B100的話 那水冷的 的滲透率就會開始增加 所以他們認為說起紅的情況是最好的 那只是說在 其他像起紅很好 但是他起到 像是什麼 漸準 像漸準的狀況可能就沒有這麼的好 這個是他們在這份報告裡面去提到的 那再來呢還有這一份 這一份就是他們把 像是偽創啊 廣達啊 圍銀啊 然後去做個評價 那我們大概 幫大家稍微來run一下 像偽創 他們其實還是一個 上調平的 偽創 他們還是上調平的 原因在於說他們認為說就是 在目前 除了像是 NVIDIA之外 他們在明年 還能夠再拿到 AMD的 的訂單 所以說他們認為說偽創的情況 還是OK的 那再來像是像 微影 微影的部分的話他們是給一個中立 他們是給一個中立 他們就不像偽創是給一個 買進的平的 他們是給中立 那再來像廣達 廣達部分他們也是給買進平的 原因說他們廣達除了AI之外 他還有什麼 一些車載的訂單 所以說 廣達部分他們還是調生的 那像金像店也是一樣 金像店目前也是一個調生的 原因在於說 他們除了像那個Switchboard交換器的板子之外 明年他們可能可以再拿到 後大版 AI伺服器的後大版的訂單 那再來像技嘉他們也是調生 那唯一一個 比較尷尬的誰 智邦 智邦他們是 弄一個中立的平等 原因是在於說 他們認為 因為智邦過去的股價漲太多了 所以他們去給他一個中立的平等 好所以說其實講到這邊之後 大家應該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有講說 就是 我們在看這些股票平等的時候 當然你要去看他的內容 像 之前跟大家講過說 散熱大家講得很好 但是 目前現階段都還是在一個 氣冷的階段 你要到一冷真的 沒有這麼快 那到明年 下半年之後才比較有機會 所以他就是一個比較 遙遠的夢啦 那再來就是說 你要去看這些公司的話 那現在我們要去思考的重點是說 到底那個禁令 會不會對這些公司造成一些很大的影響 因為我們知道原本大家認為說 H100 那個會被禁 但現在沒有想到 是連L40S的這個AI伺服器也會被禁 那這個是比較出乎市場預料 所以說短線上來看的話 其實 我覺得說在 如果你要想超AI的底對的確 真的是跌蠻多 但是 這個反彈力道我覺得可能大家還是要稍微斟酌一下 大家說如果你要搶反彈 那要記得 就搶反彈跟搶一行是一樣道理 不管你有沒有搶到 都要記得要跑 好嗎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